咬牙也能防脑梗 这样的好事你知道吗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来教大家呢如何咬牙防脑梗 如果你也有血管堵塞或者是血栓的问题 一定要经常做这个动作 咬牙呢又叫做咬天门 具体的做法就是 把上牙和下牙紧紧的合拢 然后稍微用力 都合拢以后再用一些力 一松一紧咬牙切齿 咬紧的时候要加倍的用力 而放松的时候也不能分开啊 这样的方法呢每天做上50次 可以很好的舒展我们头颈部的血管和肌肉 加速血液循环增加脑供血 让硬化的这个脑血管啊 逐渐恢复弹性 缓解悬晕头痛这些症状 降低脑梗的发生风险 一般呢坚持做上两星期 我们血管堵塞的这些问题啊 就得到一定的缓解 大家不妨都去试一试 吃鸡蛋到底该不该吃蛋黄 有很多人说呀血脂高了 连蛋黄都不敢吃了 今天呢我给大家说说 蛋黄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 还有就是你惧怕的脂肪 但是它含有大量的微生素 蛋黄中的营养成分 这些微量元素 微生素都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蛋黄中含有大量的这些不饱和酸呢 其中重要的是亚油酸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液循环 减少心脏病的发生 而蛋黄中的这些磷脂 挡固醇和蛋白质 都是对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 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健康 另外呢蛋黄中含有的这些大量的微生素 可以帮助抵抗疾病 促进新陈代谢 从而让人体保持健康 中医经典的用药中 有著名的黄莲恶胶鸡子黄汤 就是用蛋黄作为药引子 当睡不好觉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促进睡眠 早晨做两个动作 改善脑共血不足 缓解头晕头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人有脑共血不足 会表现出来头晕头痛 吃药的同时呢 想要效果更好 今天教给大家做这两个动作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呢 可以试一试 首先啊早晨起床以后 不要急着赶紧下地 坐在床边上 做一个手向上仰举的动作 双手向上同时头往后仰 这样既活动了颈椎 胳膊也带着我们的血脉向上 活动开了肩臂 然后把这个手臂从两侧落下来 把肩颈就先活动开了 第二个动作呢 是配合着呼吸 还记得我之前教过大家耸肩的这个动作 那早晨起来的时候 简单的做一下 吸气的同时 把两肩耸起来 呼气的同时 把两肩快速放下 把这个肩颈再次活动开 慢慢吸气 快速呼气 这两组动作呢 各做十次 这样简单实用的小方法 你学会了吗 突发心脏病是坐着好 还是躺着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的问题呢不是小事 不管是自己还是朋友家人 一旦突发心脏病 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下面呢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 第一啊 如果患者突发心脏病 还处于清醒的状态 就建议采取座位 身体后面呢 垫着点东西 或者让家人扶着 因为我们在仰卧的时候 下半身的血液反流会增加 容易增加心脏的容量 这样会进一步的导致心脏负担加重 心率增快 心肌耗氧量也会增加 对心脏病患者来说 不是不利的 第二呢 如果心脏病发生的时候 半有血压下降 甚至失去了意识 出于昏迷状态 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平卧位 以确保大脑心脏 以及其他重要器官的血液的灌注 用毯子或者是衣服盖住身体 前额呢放一条湿毛巾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 千万不要用力去摇晃患者 今天讲的内容呢很重要 大家都记住了吗 心肌缺血五大症状 早知道早预防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长期的严重的心肌缺血 就会引发心梗的几率增大 今天呢和大家科普一下 心肌缺血常见的五大症状 第一就是胸部疼痛不舒服 特别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以后加重 休息以后就减轻了 第二呢有的疼痛会波及到左侧的肩背部 左侧的上臂 甚至呢往上呢是下颌骨或者是上腹部 第三感觉胸口发紧 类似压榨样的疼痛的感觉 第四胸闷气短 呼吸费力 尤其是饱餐以后天气寒冷或者是饮酒后出现 第五除了以上这些症状以外还会出现恶心呕吐 虚汗疲乏无力这些情况 最后呢大家注意心肌缺血的患者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化差异明显 有的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可能发生危险 不同的心肌缺血也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来 如果你出现了上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就医 每天敲一敲气血充足身体好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有粉丝朋友问啊他体检没什么问题 吃饭睡觉也都很好 但就是每天很累啊感觉很乏力啊 这说明你气虚了 气虚的人呢他有表现的总爱叹气 稍微一动一身的汗 一吃补药又特别的容易上火 想要改善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每天呀去敲打两个重要的穴位 一个呢就是中腹穴 第二个呢就是云门穴 就在我们左骨的下方肩胛骨凹陷的地方 中腹穴呢是第一肋骨间隙 前正中线旁开六寸 云门穴是在锁骨下窝 前正中线旁开六寸 两个穴间隔一个肋骨上下相连 大家手握空拳和我一起来 先左后右的敲 一二三四这样的去敲击 两边各敲上一百下 敲完了以后你会觉得浑身轻松 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打嗝嗦 这些都是疏通了你 肺气胃气的反应 不要过于担心 每天敲一敲 坚持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自己没那么疲惫了 关心病喝三种水 容易心脚痛 关心病呢是大家所熟悉的 一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这类患者啊在喝水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 很容易诱发心脚痛 这第一呢就是 不能止在渴的时候喝水 当你感觉到渴的时候啊 其实血液都已经比较粘稠了 这种情况呢 身体里边发出的警报 如果你这个时候喝水 可能会加重关心病的症状 所以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勤喝水 每次一点一点的喝 没事的时候就要喝一点温水 来稀释血液粘稠度 第二呢是不要喝冰水 水喝的不要太凉 如果是凉水的话 它刺激到胃 还会引起胃周边 以及心脏附近的血管的收缩 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诱发心脚痛 第三点就是尽量不要喝肉汤 脂肪含的多的这种 如果纯蔬菜汤 比如像芹菜汁啊 那是可以喝的啊 关心病控制并不难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然呢 吃药也很难得到改善 希望你能为自己的健康 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进行调理 脸上突然出现这三道横纹 而你的心脏正在向你发出警报 大家好 我是赵也昊教授 心脏出现问题啊 在脸上最准确的反应点就是鼻根处 叫心脏色部 如果出现颜色上的变化 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些皱纸 都可能会提示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疾病 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呢 一般会出现三道皱纸 一道会在这个地方的上方 一道呢 当然在中间 一道呢在它的下方这么三道 如果三道全部都出现的话 它代表了你的心血管呢 有堵塞的情况 50%以上 大多数会是这个几率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出现了颜色的变化 也暗示着疾病啊 正在发生 比如说出现苍白色 属于心气虚 蛋白色属于心血虚 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黄色 而且还有很污浊的这种光泽 是代表着有寒浊 往往肥胖的病人呢会出现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出现青紫色 代表着心脏的瘀血就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的疏通 往往会堵塞动脉血管 出现心脚痛啊 心梗这些情况 小弱子 酷炉